好,那我們就開始,今天講孟子 先講上一次的一個問題,叫做《知書》 父母之喪 這個所謂應該是斬吹 其實《知書》的意思是包括了斬吹跟知吹 那麼詳細就不說了,這裡有很多複雜的論述 簡單說是包括了斬吹的,那就沒有問題了 好,嗯 所以 好 就知道大體上沒有問題,當你要細部講的話 為什麼他這邊用《知書》呢 似乎這個註點沒有能夠明白仔細說 只是說他包含了這個斬吹 好,那我們繼續看 我們今天要講第一 這個 陳文公 問 為國 就是怎麼樣治理國家的問題 所以我不能說上次這個問題完全解決 但是大體上來講 跟我們一般說 這個是 為父親之上 三年是斬吹,斬就是說 不是逢邊的 之是這個邊有逢過的 這個應當是並不違背 大體上是這樣子 好 那 我們這邊不是專門做考據的 所以我們 這個問題先處理到這裡 那 嗯 古書裡頭有很多專門的問題 這無窮無盡的 很多東西炒了兩千年都不見得有解 至少我們知道 不違背我們一般 對於三年之商 是斬吹的 這個 理解 好 父親之商 那我們幾下看 陳文公問為國 為國是怎麼自己 國家的意思 孟子曰 民事不可 還也 詩雲 皺耳於毛 消耳所逃 棄其塵屋 其死過白骨 問為國 孟子怎麼講呢 說老百姓的事情啊 這個 不能夠 這個輕慢的 詩經上說 白天 是要去 收這個茅草的 到了 晚上呢 就啊 把他繩索給他戳好 消耳所逃 是戳這個繩子 那麼 為什麼呢 要趕快地爬上這個屋頂上啊 啊 然後 忙完這個事情 氣急塵屋 是要把這個屋子把它修好 修好之後呢 又要開始搏五谷了 這個意思是說啊 老百姓的事情很忙的 很多事情啊 是要 這個極力要做的 這個地方 是講說 朱柱底下說 啊 農事之重 人均不可以為緩而呼之 隱事言 置屋之吉如此啊 修屋子如此之吉 啊 蓋以來春 將父 始步五谷 而不下為此也 因為 明年春天就沒有時間 再修這個房子了 因為要步這個五谷 所以啊 國軍啊 首先就要注意老百姓的 這些經濟上面的事情 古代 是農事 那我們今天就是經濟的事情 因為 明生是以養生為先 所以現代政府都在忙經濟 其實也有他的道理 因為今天 經濟上如果出問題啊 那什麼事情就要出問題 明之為道也 有橫纏者有橫心 無橫纏者無橫心 苟物橫心啊 放屁 以懈恥 無不為矣啊 這段很有名 有橫纏而厚 有橫心 那這個是 一般老百姓子 很如此的 即現乎罪 然後從而行之 是往明也 如果讓日子過不下去 那麼 你要再去用刑法來治他 那麼 這個其實你是害了他的 對不起他的 那 焉有人人在位 網民而可也 哪裡有人人在位啊 去 要陷害老百姓的 這個網民啊 有陷害老百姓的意思 就是 冤網 誤網了他 那麼 是故賢君 必公檢 禮下 取於明有志 公檢 他必須公 古代子很看動 公跟進這個字 就是 做這個領導的 做什麼事情啊 必須要公 首先就是 事情必須非常地認真的 這個 一心一意的 公公進進的做 然後要簡博 禮下 以禮來接下 就是 在上面的人容易交 容易橫 要以禮而代下 所謂禮賢下世 那這裡是 不是在講禮賢下世了 這裡講的是 以禮來對 這個 下面的 這些 官員們 取於明有志 這個 有一定的 比例 一定的制度 那底下會介紹這個整個制度 楊虎曰 為父不仁依 為人不負乙 那麼 為 這個 乎之言此 鞏為人之害於父也 說 看這句話怎麼用 為父不仁依 為人不負乙 他意思說 為人我就負不起來了 因此 要怎麼辦 要負 那 孟子引之 恐歸 父之害於人也 君子小人 每相反而以 所以孟子的意思是反過來 這句話有點怪 這個語氣有一點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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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之前讀 我沒有特別注意到這個問題 這個我可以再複查一下 那 我們一般著都會引諸著的這個意思 就 楊虎是反過來講的 孟子是正面講的 孟為父之害於人也 夏侯是五十而共 因人七十而住 周人百母而策 七十皆十一也 那麼說是夏 夏 商周 三代 的這一個 取名 取一名 都是十分之一 那一個叫夏厚 有的住 有的住 是說 夏厚 是因為 夏朝人 是繼承了 這一個 雨來的 所以稱之為夏厚 那 因人 商人 是順人性而蒸發 故言人 這是造其的這個住 後 是君 夏厚之士 夏厚是 與受善於君 故夏成厚 所以是分別說 是受善的 受 稱之為厚 增發而來的 稱之為人 這是造其住 這值得參考 為什麼 古人用字 都 非常的 精煉 他 不隨便用字的 好 那麼 那麽 其實皆實意 徹者 徹也 住者 戒也 我們看一下 什麼意思 底下有說明的 夏時 一夫受田 五十母 每夫 既其五母之入 以為共 商人 這值得取十分之一 商人 始為景田之志 六百三十母之地 化為九去 去九十母 九七六十三 中為公田 那麼 其外霸家 各受一取 但借其利 以著根公田 兩不父 遂其失天 四乖 六十二乖 周人呢,一個人給了白母,基本上也是一樣的,還是用九分之一。 周時,一夫壽田白母,香稅用貢保,十夫有勾,都比用助法。 香稅是,十夫有勾,都比用助法。八家同頸,頸則通離而坐,收則繼母而分,故位之策。 十分之一為常數,助法乃是九一,商制不可考。周制的宮田白母,終以二十母為盧舍。 一夫所根,宮田,十計十母。 大家看得清楚嗎? 這個景田是指的,我們要花點工夫,大概了解。 朱子的意思是說, 鄉稅,到周朝的時候,鄉稅,鄉下還是用貢法的。 那麼,都比呢,是用助法。 助法就是商場人,是景田的方法。 那周朝人,公田白母之中,以二十母為盧舍。 就是公田,一夫不是白母嗎? 所以,八家就是這個景值的外面的那個八百母。 中間的一百母中間,還有拿二十母為盧舍。 所以,一夫所根的公田呢,其實只有十母。 八個人是八十母。 因此,所以,通四田為百母為十分之一。 而取其一,該有慶於十一。 十一分而取其一。 也就是說,他實際公的,耕種是一百一十母。 他只取其公田的部分,是十一分之一。 那麼,竊料,商至應當是此。 為什麼呢? 因為,要住,總有地方要住啊,盧舍。 住在什麼地方呢? 大家還是住在這個公田當中。 對不對? 就取公田的部分。 餘料,商至應當是此。 而以十四母為盧舍。 一夫使跟公田七母。 十一不過十一。 那大概算一算。 就是公田又去掉了一部分。 所以也是十一。 所以,這樣講起來。 下朝人是十分之一。 是用這個賦歲的方法。 這個是, 即五母之入以為共。 那,商朝人是七十母。 然後,公田有可能。 這個詳細不知道。 可能,中間拿出十四母來。 於是算一算,也是十分之一。 到商朝人呢,是一夫百母。 公田當中拿出二十母來。 於是呢, 最後一個人跟蹤的是一百一十母。 取其十母之地來繳納。 這就是十一分之一了。 一百一十一分之一。 一百一十母中就十嘛。 十一分之一。 這樣子。 那麼,這個是細部的法分別。 住者戒也。 戒。 就是戒用的戒。 那麼,龍子曰, 至地莫善於住, 莫不善於共。 龍子, 是古代的賢人說。 這一個, 至地。 傳統上念慈地。 我們現在, 一般就念至地了。 傳統上的慈, 像慈國的慈, 慈地。 莫善於住。 莫不善於共。 為什麼呢? 共者, 不善於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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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年噴起田。 燒住, 是燻至濕, 也就是說, 施肥的意思。 施肥都不夠。 可是年纪凶荒是非做什么用呢 有的作本是当作是扫除其田 把钱分其田 把田当中的全部剩下这个里面都扫出来 来较量的不够 那这个时候呢 却要拿平均数 他的这个收入是低于平均的 你要拿平均数 那怎么办呢 那这样老百姓就很痛苦了 所以啊 为名父母使名细细然 那这个细细 细细是用恨你的眼光看着你 细细然 这样终税情动 不得已让其父母而称待焉 而称待而易之 是老字转乎勾获 乌在其为名父母也 就是你赴税的时候本来应该多收 你收得少了 可是你到了凶税的时候 你应该少说 你又收得多了 你收得多的时候 结果这个他就活不下去了 无在其为名父母也 老弱转乎勾获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细细是恨事的意思 是名细细 行动是劳苦 待是戒 取物一人 出息以偿志 意志以足取 因之助 志 那变成他要去称待而易志 要跟人家借钱 那这样不行 不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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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固行之一 什么叫做释路呢 孟子常言 文王之起 更者久矣 逝者释路 二者王正之本也 释路什么意思呢 释路就是 这些宫臣的子孙 他们有固定的俸禄 那这就是说 他们从宫田当中 可以得到他们的俸禄 盖释路者受之土田 使之 施予宫田之入 施予祝法相为表礼 所以是 人民分 两种 一种 是 这一个 农夫庚田 那么 作官的呢 宫臣的子孙 这是君子 那就靠这个宫田过下去 所以叫做 逝者逝路 施云啊 遇我宫田 遂及我师 为住为有宫田 有此官之 所以周亦住也 周朝人的方法怎么样呢 底下注 你看 遇我宫田 师 小雅 大田 之篇 愿天 遇 与宫田 而遂及师典 先功而后师 所以当时 祝法 尽费 典籍不存 唯有此师 可见 周亦用柱 故影之也 那就可见 周朝初年的制度 到了孟子的时候 已经破坏的如此之激烈 厉害了 所以变成要靠这一个 这首诗 来说明 我们后代对于周代的景点字的 这个典籍也是不足的 所以朱柱 特别想这段话 设为详续 学校 以教之 想者 养也 教者 孝者 教也 续者 社也 除了 基本上 那么 让他 有了 好的 经济生活 然后下一步 下一步 就是要设 这一个 详续学校 我们先讲一下孟子的这个顺序 所以 这个应当是古今之通意 第一件事情 是要让老百姓有个好的经济的一个生活 而且 不但 是要足够 还要 景田志 会让他 相当的公平 是不是都要 百分之百公平 是另外的问题 但就 就是说 有 相当的公平 那么这个是 这样子 社会就安定 安定底下 不是全部的安定 社会有一个足够的经济的 养好的基础 下一步 要教老百姓 教什么呢 下约校 音约续 周约祥 学者三代共知 接所以 名人伦也 都要讲明人伦 人的伦理 那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就是 儒家的政治 社会的 学说的关键 是一种 伦理性的学说 我们先讲完 这个经文 我们再来发挥 人伦名于上 小民心云下 这个 我们看一下 诸著 详以养老为义 教以教民为义 须以习色为义 先注意一下 这三个差别 一个是养老的 一个是教民的 一个是习色的 接相学与 学 国学也 这是他的分别 共知 无异明也 三代 学则三代 共知 无异明 三代的国家 都叫国学 在相学 就分 详 孝 续 那么 伦是续 是这个续 什么叫五伦 伦是续 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性 此人之大伦也 详续学校 皆以名词而已 所以这个相学呢 既有养老 教民 还有习色的 不同的意思 那么 换言之 这是一个 在乡村里头的 要养老的 要教民的 要让人民团结起来 能够自保的 保卫自己的 而 咱们一个 公共的 也是教育的 一个所在 而其最重要的 核心 就是要 明人伦 人伦是 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有序 本有信 人伦名于上 小名 亲于下 有王者来 必来取法 是为 王者 师也 这些话都是 极为重要的话 就是 这是孟子 言王政的大端 腾国虽偏小 虽信文政 未必能信 我王也 然为王者师 虽不有天下 即择义 足以 天下义 圣贤志工 我之心 于此可见 这说腾国 这个事情 是可以为 王者师的 师曰 周虽旧邦 其命为心 文王 之位也 子力行之 亦以心子之国 周虽后继以来 就为诸侯 其受天明的天下 谁之文王 谁之文王 时也 子是指文公 诸侯 为 神余年 之称也 子力行 因为他 即位 为余年 为余年 所以叫做 子力行之 亦以心子之国 那么说 你只要 你只要 能够 照我前面那样做 先有一个经济的基础 然后 名人伦 这样子呢 就足以 为 这个 行王政 就好比 当年的文王 这个可以 让你的国家 整个改变 就算 未必 能够 新王业 因为战国时候的局面 跟周初不一样 也足以为 王者师 那你如果 有这么好的 一个德性 这么好的 一个 表现的话 那 当然 你这个国家 这个 就是 繁荣 安全 就获得 更大的 保障 乃至于 还有很大的 一个发展的机会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 所以 名人伦 这个事情 是一个关键 这个事情 现在人都 不了解 因为我们 现在看政治 都从其他的角度看 这个 涉及 中国政治的 核心 跟基础 我们如果 读 这一个 诗经 书经 这些文献 我们就会发现 不仅是周朝 乃至于商代 他整个政治 社会的组织 确实是 以人伦 为中心 简单的说 三代的 这一个 基本的 社会组织 是一种 以家族 中族 为中心的组织 那政治 是一个 中法体制 尤其到 周朝 的一个 扩大 乃至于 在商朝 的时候 当时的 普世价值 也都是一种 家族的价值 所以 这个是 中国的 社会 跟政治 的 基本的 组织 大法 那你要把 这个组织 大法 把它 明 说明白 也就是 在这种 家族的 宗族的 体系里头 让他 父子有亲 夫妇有别 长药有序 那么 就会维持 他最根本的 这一个 人伦的 秩序 有了 这个 人伦 秩序 之后 人跟人之间 就比较容易 亲爱 那么 也维持了 他的 道德 伦理 那 养生 送死 这个 育幼养老 都获得了 安定 所以 这个做法 是 从 商周以来 下朝我们不太清楚 对不对 至少 大概从可见的文献 和口来讲 从商周以来 一直到了清末 这个三千多年来 中国社会的安定的基础 就是明人论 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 一旦 人论不明 社会就不安定 诸位可以观察一下 一旦 这一个父子 我们今天来讲 就要讲亲子 不亲 夫妇无别 长幼无序 那么 朋友不信 出了门的 广义交接的 都是朋友了 乃至于 君臣之间无异 国家 跟这一个 人民之间 缺乏一个 真正的 信赖跟联系的话 这个 要乱 这个就是要乱 所以 非常的重要 名人论 你可以说是 中国式的 政治跟社会的 关键 那我们近代以来 受到西方的影响 我们都喜欢谈 一种新的制度 新的法律 可是 一直到今天 我想应该蛮明显的 没有办法取代 传统的人论 也就是说 西方的所行的那一套 有它的历史背景 有它的宗教的 有它的历史背景 而且一开始 往往都行于 中小型的国家 那美国是个例外 但是美国是一个 新的国家 因为它才400年历史 它是欧洲人 新的移民 又用启蒙运动 之后才建国 所以这个是一种例外 不是大家都能够 都能够学的 所以 那么 把西方的这套制度 搬来中国 能不能达成 有效的治理 到今天都还是一个问题 那我不是说 我们用传统那一套 在今天就行 只是说 作为一个社会政治的 重要基础 这个没有办法完全取代 恐怕 是要能够 既要 保留良好的传统 也要 接受 西方的新的良好的制度 跟思想 这样子才行 那 这是个大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一展开 但至少 简单的说 从 商周 一直到清朝人 这一个 明人伦 确实 中国政治社会的 一个极关键的基础 那这个事情 到了理学家 因为 唐朝人 这个人伦不明 大家 看唐朝历史就知道 唐朝在 至少是在 初唐一直到 盛唐吧 大部分的 这一个 长子 都 这个 死于非命 那么 武则天 称帝 那 整个唐朝的 整个历史里头 伦理一直比较混乱 然后 夫妇之别 也不清楚 所以 唐朝固然说是 很富后甚大 但唐朝之后来 中叶之后的混乱 跟这个人伦不明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从宋以下 就非常看重名人伦 那 宋元明清 四代 以来 因为受到理学家 跟儒学的影响 都以这一个 名人伦为社会 跟政治的基础 这是经过有将近 千年的历史实践 不要小看这个事情 我们现代人一般 都是小看它了 这里没有办法展开 只是跟大家讲说 明人伦确实是中国 古代里的一个关键 而这个是 都此所特别发挥的 那至于这个景田制 也是一直中国 尤其在农业时代的 政治上的一个 最高的理想 哪一朝哪一代 只要能够 只要稍微比较接近了 这就不得了了 比如说 北魏的君田制 有这个基础 就底下隋唐的这个盛事 只怕做不到 所以有王者来必来取法 视为王者事也 所以孟子这个两段 在中国后来的政治 是极为重要的 那么 使必站问景帝 而地站问这个景田的这个事情 孟子曰 孟子之君将行仁政 选择时子 只必免之 所以你的这个是要行仁政的关键 那你的这个军长要选择了你 你一定要好好努力了 福仁政必至今届时 这句话非常有名 孟子的话也是非常锐利 一定要先要把这个田跟田的这个戒 把它弄清楚 经戒不正 景地不均 古路不平 事故暴君无礼 必慢其经戒 经戒既正 分田之路 可作而定也 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地籍把它弄对了 我们看一下诸著 经戒 至地分野 精化其 勾图 封直之戒 此法不休 则景田无定分 而豪强得以兼并 故景地 有不均 而父无 定法 贪暴得以夺取 故古路 有所不平 此欲行仁政者 所以必从此死 而豹君无礼 必慢而废之也 由于正直 则分田之路可不劳而定义 就是 只要把经戒都明白 按照刚才讲的 这一个景地的原则 去分出去的话 那么田就可以适当地分 然后 就是 功臣的子孙 要得到什么俸禄 也可以很清楚 讲到这句话 朱子一定非常的感慨 因为朱子 一生 就始终奋战地 想要行经界 朱子做了很大的努力 但是 除了在他的管辖 有限的地方 都不容易做到 更何况其他的地方 所以就可见了 要把田基 把它重新离政 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事情 因为 这就是 要把现有的 这一个财产 尤其是面对豪强 要把它夺过来 给这个平民跟小民 这个事情谈很容易 通常只有在战乱之后 地广人稀的时候 或者开国际 比较容易做得到 或者是太困难的事情 但是孟子 特别讲说 这个是行人政之时 那在战国时代 还比较有这个条件 因为相对来讲 还是地广人稀的 而且列国的竞争 使得国家有更大压力 需要把你的政治做好 福藤 朗帝偏小 将为君子焉 将为野人渊 无君子 莫此野人 无野人 莫样君子 言藤帝虽小 其间也必为君子 而是者也必为野人 而跟者 是以分田知之法 不可偏废也 那意思就是说 你们还是必须要分 要有的人能够 这个 当政治上 要能够做好的领导的 这叫君子 那有的人要 这个 要样这个君子 这是中国式的 政治 的一个 可以说三代以来的 一个基础 君子 野人 之分 这个事情也不要小看 你不要认为每一个 文明都是自然这样子的 有许多宗教型的国家 他是教士 来治国的 那么 雅典 就是一群 这个 所谓的自由人 他们是轮流执政的 五百人执政团 每一年就换 这个也没有君子 野人之分 所以 大家不要认为 君子 野人之分 好像就是 必然的 罗马的政治 也并非如此 他虽然有元老院 但是不是这样子的君子 野人之分 所以 中国式的政治 重视君子 跟野人之分 而且 几千年来如此 在罗马的状态底下 citizen是非常大的 他也不是野人 因为 这个野人 罗马是居于野人 在居于国的是国人 比较多是统治阶级 那 罗马是一个城邦 在城邦里头 这些不能甚至为野人 他都是国人 他们本人都有参政的这一个权利 他早前是共和国的 所以为什么他会有分面包啦 还有竞技场 到后来都是为了这个事情 所以中国这个君子野人之分 是中国式政治的特色 自从封建时代就如此 到帝制如此 坦白讲到今天也还很难一去掉 这个里面有他德有他的诗 那这个事情是值得思考的 这个缘故 一开始当然是因为 这个一般的老百姓的知识能力 跟君子差得很远 那么 在整个农业时代都如此 到了今天工商业时代 本来应当有所改变 但是呢 因为国家如此的巨大 所以他的阶层制 很难完全去掉 所以 这个跟 我跟诸位讲 中国可能 没有办法不走这个贤能政制 如果不走 如果必须要走贤能民主制的话 就既民主又贤能的话 那君子 还是必须要特别提出 这个地方不能展开 我只跟诸位讲说 这个孟子讲这三样事情 一个 是国家首先要把经济搞好 这个从古到今 这通议 第二个 这个要明人伦 这个至少一直到清末 是中国政治的根本大法 那到今天 我觉得还是不可费 据我所知 这个中共中央 今天提上儒学 也是为了这个缘故 你在那个政治的核心 就会感觉到这个的压力 这个社会如果不明人伦 那社会会乱掉 那君子 小人之分 虽然没法这么说 但是今天来讲 显然 还是会有一个 就是 要求 这个在上位的人 是比较贤能的 然后有 以中国之大 这个上下的 这一个分野 还是依然是存在的 我们要了解 中国的政治 有中国政治的特色 我们要取法西方 但是不能忘掉 中国政治 有中国政治 自己的特色 只要一方面尊重传统 另一方面取法西方 才会有前途 否则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完全造超西方 是不行 回到传统 也是不行 这是今天 我们要有这个的智慧 好 那底下请讲 请也久一而住 国中十一 使自父 那 孟子说 郊外都比之地 久一而住 为宫廷而行住法也 国中 郊门之内 香遂之地也 田不景寿 但为勾续 使十二 自父其义 用供法也 就是说 在郊门之内 你没有那么多田 没有办法 整整齐齐 画一块田给你 所以只好用供法 那么 这个 相也之地 那么就可以 行这个住法 就是景田之了 那这时候 周所谓的策法 该如此 奇怪是 怎么跟前面讲 正好相反 前面不是讲说 我刚刚看 有点纳闷 都比 香碎,是焦門之內的香碎。 都比,是指的鄉下,香碎,指的是焦門之內。 以此推指,當時非為註法不行,其共義不止實義。 當時不僅註法不行,共義不止實義。 不止實義,那就是睡太重了。 香以下,必有歸田。 歸田是四路長之外,也有歸田。歸田所謂後君子。 什麼叫歸田呢?歸節也,所以奉祭祀也。 清以下,必有歸田。 四路等於行之,但此未備也。 還要讓他們奉祭祀的田。 愚夫二十五母,歸田五十五母。 愚夫二十五母。 臣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 這是五口八口為帥,受田百母。 那什麼叫愚夫呢? 就是他的弟弟。 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母。 是其壯而有勢。 那他有了老婆了,然後更受百母之田。 愚愛此百母長之之外,又愚夫之田,以後也仁也。 歸田是奉祭祀。 歸田是奉祭祀。 因為君子的這一個祭祀,不簡單的。 這個是他禮約要比較盛大的。 所以要有歸田。 那這個野人呢? 除了這一個老大,一般來講的。 壽田,他是養五口八口之家。 那麼他的弟弟, 可以各受二十五母。 死喜無出鄉,鄉田同井。 出入鄉游,死未葬,喜未喜其居。 同井則八家也。 死喜,鄉田同井。 都是在同一個景地當中。 出入鄉游,守望鄉住,疾病相扶持, 則百姓傾慕。 百姓傾慕,可以防盜寇。 而且互相的幫助,社會就安定了。 而且人倫自然就美好。 這是多麼美好的一個景象。 又他有良好的經濟,對不對? 又能夠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出入鄉友好。 多麼美好的景象。 這個真是一個人證。 那主人說,歷代要能夠做到這個的很少。 因為相看不容易啊。 因為你地藥有足夠的田。 地藥還要常常收田,再授田。 你要授田,他老了。 如果無子,還要再收回來。 然後再授給新的子,比較多的。 弟弟結婚了,還要把他從二十五母變成百母。 這個來回之間,這都要有人妥善的管理。 而且還不讓人家兼病。 這個不容易的事情。 這時候就不容易的事情。 那真是一個理想的一個狀態。 這是孟子的。 所以孟子是有他的一個完整的規劃。 而且這規劃也不是一段空話。 因為後代呢,想要做景田、君田這一個經濟的。 可以說是幾乎是代代有之啊。 雖然能夠做成的少,但是不能不說。 這是一個農業社會的該有的一個理想。 就好比說今天我們有社會平均的理想。 社會公益的理想也是一樣。 要做到並不容易。 社會平等的理想,但是總是要不斷往那裡做。 方田而井,井九百母其中為公田。 八家皆四百母同樣公田。 免公是必,然後改自私事。 先公後私。 要有這麼一個觀念。 那麼這個就是說,中國傳統先公後私。 這是必要的。何以故呢? 否則就沒有辦法建立一個整體的秩序。 主委說西方近現代個人主義,先私後公。 這你是只看到結果,沒有看到它的來源。 其實他也不是先私後公。 為什麼? 他也要先有一個國家社會的一個良好的政治、 社會的制度跟治癒之後,然後講個人主義。 而且,主委如果到歐美,待了久一點就知道, 他們管的可言吶。 我舉個例子吧。 我在我們的社區走走,都覺得說, 哎呀,怎麼外面都好亂。 這些冷氣機啦,還有這個遮陽照啊。 這些加蓋都不一樣好難看。 歐美不會這樣。 他們這個都規定的非常的清楚。 所以你到一般的歐美國家去看, 他外面都整整齊齊。 整個的那一個,不僅是社區了,整個城市,管理的緊緊有條。 這如果沒有一個公家怎麼管? 所以因此,先公後私,就人類社會來講,有它的必要。 有它的必要。 是先有了良好的公共秩序之後,然後在這個底下, 你應當享有充分的自由跟權力。 這是好的。 那麼,公私必,然後敢自私事。 所以別也人也。 那麼,諸柱。 此相言景天行體之志,周之柱法也。 公天為君之路,思天也人之所授。 先公後世,所以別君也人之分也。 不言君子俱,也人而言,省聞而。 所以最後一句話。 所以別也人,就是分別這個也人。 上言也即國中二法,此讀祥於志也者。 國中共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十億爾。 大底也言國中當時已經取的共法, 但是超過十分之一了,太重了。此其大略也。 若福潤則之日,則在君於子儀。 這是一個大概。 謹弟之法,諸侯皆去其極,此特其大略而矣。 那,皆去其極,意思就是把這一個原來的典極都去掉了。 他不按照這個作。 這個是大略。 潤則因實至矣,是何於人情,已於土屬,而不實乎先王之意也。 然後底下,呂詩曰。 子章子,愷然有意三代之志。 論詩人先物,為始不以經界為己。 將求法制,才然備事。 要之,可以行於經。 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而。 人正必至經界時。 宋代的子章子。 子章子。 子章子,應該是指的是章仔吧。 呂詩。 子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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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貧富不均,教養無法。 所以欲言字,接狗而矣。 所以先要貧富均,教養要得法。 接狗而矣。 事之病,難行者為始不以契奪夫人之田為此。 貧富不均,中國是比較接近社會主義。 他要均貧富,他要種教養,所以一個是貧富,一個是教養。 這是中國社會的特色,跟西方是並不太一樣的。 但是西方他有基督教,他有基督教,有教了之後,所以他就不需要特別像中國的政治上講這個教。 中國如果,中國有沒有這麼一個大的國家的一種普遍的宗教,不講教養,這法是不行的。 士之病,難顯為死,不以棄奪婦人之田為此,就怕奪婦人之田。 之法之行,異者眾,可處之有數,棄數年,不行然而可復。 所病者,特善之為心而。 那言曰,眾不能行之天下,有可厭之一方。 那於學者一股之法,這就是章仔有名的。 一股之法,脈田一方。 後為肅井,尚不是公田之父義,是以退以其思。 正經界,分載禮,歷戀法,廣處序。 新學校,成禮書,救災,續患。 後本意莫,足以推先王之義法,名當今之可用。 有志為救而主。 有志為救而主。 哎呀! 歷代,有這個想法,尤其到了宋朝。 朱子一輩子也想要做這個事情,經界。 朱子還沒有辦法能夠做到景田,至少想要做到經界。 朱子把這段話特別抄到這個地方。 把張宰的學生、呂士所記載的這段話。 就是表示說,這是他的政治理想。 於按桑禮經界兩章,皆孟子是學,是其大者。 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絕緣不可復考, 而能因略以志祥,推舊而為新。 不謝謝於既往之義,而能合乎既往之義, 正會命是雅勝之才。 所以越看孟子,會覺得孟子的偉大。 所以知道,我們一般人不仔細讀孟子, 常常會覺得,孟子是不是愚闊啦? 孟子是不是搞不清楚這個現實的政治? 其實不然。 你閱讀孟子,會覺得孟子是偉大。 那麼,而且他在當時其實上也受到很高的一種尊重。 不是我們講的那種,只是只是講大話的。 講理想的,那樣子的人。 好,先看一看。 大家有沒有問題呀? 出然從高談闊論,轉入實際經營。 其實孟子,一向有實際經營的這一個面向。 出然從高談闊論,跟實際經營是分開的。 在孟子來講,這是一體的。 他講得非常的清晰。 前面其實他也是在講實際經營。 在景天是否因為先事後供? 百姓為重,社稷為親, 是因為先事後供。 先供後事,所以別君子也人, 是否考慮實際觀念需要, 或者當時的君子地位? 就這樣的高。 民為貴,均為親。 這是就一個政治的,要講他一個真正的目標而言。 當然是為了百姓。 可是要實現這個目標的話, 必須要先供後私。 否則是沒有辦法的。 不是因為君子的地位就這麼高, 所以要如何如何。 這是很實際的。 如果大家不能先供後私的話, 那麼這個政治秩序無法建立。 那諸位說先供後私之後, 私人太壓抑了, 那是又反, 那叫做過度了。 這叫做公乎義端, 師害義。 你把這個事情又推到另外一邊。 先供後私, 不是只有供無私啊。 一切都是為了供, 這個是不合人性的, 做不到的。 先供後私是說得通的。 你不能先私後供啊。 先供後供這個供立不起來, 你想想看。 大家都先供後供這個供, 這供家的事情, 供家的規矩, 通通要在我私人的利益, 私人的想望之後, 這個供家怎麼立呢? 立不起來。 其實, 我剛跟諸位講, 到歐美去看的話, 他們的公共的秩序也管得如此之好。 如此之好, 當然也必須是, 你個人必須要服從公共的這一些秩序嘛。 那在這個意義上講, 也是先供後私了。 你用意思嗎? 只是說到你個人的部分的時候, 我個人的職業, 我個人的這個追求, 我可以不害於公家的, 我愛怎麼做怎麼做, 這是我的自由。 這個時候, 你當然是給我私, 這是我私人的領域嘛。 所以是公私的領域, 分得很清楚。 那這個地方講的, 明明是一種制度, 這是景田制。 這是一個公共的制度, 當然必須先供後私。 這樣清楚嗎? 景田制是個公共制度啊。 OK, 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好, 這一章非常重要。 那麼, 這幾章都很重要。 下一章講不講得了? 欸, 講不完, 不過, 沒關係, 我們先, 先講一段, 然後再, 再休息。 然後我們再, 再談我們, 今天想要談的。 這一個, 啊, 華夏之心。 精創之意。 精創之才。 精創之才。 就是以華夏, 的這一個心, 要另外一方面, 要能夠照顧到, 在當今之事, 我們要如何能夠, 有這一個, 創造, 開發, 啊, 這個, 把事情, 不僅做好, 要做的, 這個, 特別的好, 的, 這樣之一種才。 啊, 這兩個, 合一。 這是, 我記得上次想要講, 其實包括, 我現在講孟子, 一方面了解我們華夏的心, 啊, 到底華夏文明的, 它最核心最好的這一部分, 該繼承的什麼? 另一方面, 你懂得這個事情, 拿這個心, 去處理當今啊, 沒有問題的, 只是你要懂得, 要怎麼樣, 要掌握, 當今的, 現代化這個重點。 臺灣現在的土地製度, 有什麼弊端嗎? 這個比較, 問題問得遠, 我簡單的說, 因為臺灣的農業生產, 現在佔這個, 整個生產的相當小的比例, 我們現在工商業社會了, 所以, 呃, 大概是百分之三以下吧, 所以, 比較不是大家那麼特別, 呃, 大大討論的一個事情。 嗯, 現在的, 不是土地製度的問題, 是年輕人不願意種田的問題, 很多田荒在那個地方, 所以不是那樣子的問題, 呃, 也沒有都吃美國糧食, 倒並不是這樣, 啊, 臺灣的這個農業的自給率, 呃, 不是, 呃, 百分之百, 因為, 這個, 地少人稠嘛, 但是, 嗯, 像我們一般吃的, 米糧蔬菜, 大部分還是, 這個, 臺灣內部生產, 不足的才向外進口, 啊, 大概是這樣, 所以, 嗯, 呃, 這個跟, 臺灣也當然不是景田制, 不是這樣, 這我們不去, 不去說, 啊, 啊, 新時代, 新時代溫柳, 這個情況, 我們要, 我們前面講的, 其實我這邊重點不是在講土地製度, 我來講的是, 他的一個政治上的一個用心, 這在農業社會時代是必須這麼做的, 今天呢, 今天情況不一樣, 今天的重點已經不是景田了, 今天是還是一個, 讓大家都有一個, 良好的, 一個, 讓他生產的一個基礎或者資本, 讓大家, 貧富不要太懸殊, 這樣大家第一個, 都有相當的, 這個經濟的基礎, 第二, 彼此間差異又不要太懸殊, 那這個社會就要安定, 這個社會就要安定, 好, 是這麼個意思, 好, 嗯, 好, 那我們再看下面,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 至處之騰, 總門而告, 文公曰, 曰:「 遠方之人, 文君行仁政, 聖人之政, 異受一產而為盲, 盲, 文公語之處, 其徒數十人, 皆異和, 混聚之喜以為食, 成良之徒成相, 與其地心, 負累事而至宋之成, 曰:「文君行仁, 聖人之政, 是一聖人也, 曰:「聖人盲, 聖人盲, 聖人盲, 成相見許, 行而大悅, 盡氣其學而學焉, 成相見孟子, 道許行之言曰:「 成君則稱賢君也, 雖然未聞道也, 先者與民並根而食, 雍孫而馳, 今也藤友, 蒼林府庫, 則是立民而以至陽也, 無得賢。」 神農, 炎帝神農氏, 使為蕾氏, 或者念蕾氏, 三生蕾, 蕾氏, 叫名駕色也, 為其炎者, 使天所謂農家者留, 許行民也, 總門不知門也, 人正, 尚尚所言, 謹之之法, 一禪, 民所居, 蒙也人之稱, 和, 駕子之法, 矛不, 見者之福也, 駚, 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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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欲, 其堅也, 以為實, 賣以攻實也, 陳子曰:「許行所謂, 神農之言, 乃厚世稱述上古之事, 是其異理者, 由, 一方陰陽, 一方稱皇帝之說也, 所謂神農之言, 稱說神農, 但士其異理, 古人不去, 否定這個所謂神農的, 上古這個, 所謂的聖君的傳說, 我們今天來講, 認為他只是委託, 或者委託, 天曉得, 上古的這個神農怎麼回事, 但是陳子說是, 失其異理, 失掉了古代異理, 那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許行啊, 講這個, 自稱為是講神農的這個道理, 以前人都這個, 所謂引用古代聖王, 說我們這才最理想的政治, 所以請注意啊, 這個事情不光是一個, 經濟學說, 這是個政治學說, 總門而告文公, 因為遠方之人為君行人, 那麼, 聽說你的行人陣, 給我一塊地方, 讓我當老百姓, 就給他地方住, 那他這幾十個跟隨他的人, 大家都穿得很差, 那麼, 編這個, 捆鞠, 就是, 綁這個鞋子, 啊, 那麼, 知習啊, 靠, 啊, 做這個鞋子, 跟這個習啊, 來, 換東西吃啊, 以為食, 那, 下一節啊, 成良之土, 成良是, 處之儒者, 他跟他的弟弟啊, 也是, 大概也喜歡這個啊, 帶了農具, 從宋, 到成的地方, 我已經行人陣, 他願為聖人陣, 那我希望當你的, 這個老百姓, 請注意啊, 古代沒有我們現在這種國家觀念的啊, 那跑來跑去, 當然你說都是, 周朝嘛, 對不對, 也不必像我們現在, 那麼分啊, 啊, 成相就喜行而大躍, 他跟著喜行大躍, 旌旗學而學焉, 本來他們就接近吧, 不見得, 不累是, 不累是, 並不代表他一定就是, 農家的東西啊, 應當說, 他未必哦, 對不起, 他是只是, 帶著他自己的農具一起過來, 不過這句話特別講這個事情, 可見他也看重, 啊, 似乎隱隱有一種接近的意思啊, 嗯, 但是不好這麼, 不好這個一定這麼說, 啊, 是, 所以其土, 累其秉也, 啊, 成就學大躍, 進去學, 那, 怎麼回事呢, 意思是說, 啊, 啊, 這番話就是說, 跟孟子說, 許行的這個話, 說, 說成君啊, 賢君, 可是還沒有聞到, 為什麼呢, 賢者與民並更而食啊, 應該跟老百姓一起並更而食啊, 啊, 雍孫而至, 什麼叫雍孫呢, 啊, 自摧竄以為食, 就自己啊, 自己啊, 啊, 自己煮飯啊, 不要靠別人, 今也, 藤有昌林府庫, 這是例明, 你有昌林府庫, 那就是, 你要把老百姓的糧食拿過來, 啊, 不是你自己種的, 而以自養也, 或者自養也, 自己, 來, 啊, 拿這個來, 來, 來養自己, 那麼, 這樣子啊, 無得賢, 這不是賢君, 賢君應該, 啊, 自己工作, 啊, 自己煮飯, 孟子曰, 許子必, 孟子就問他說, 許子必, 種樹而厚實乎, 曰然, 你一定要, 種骨子啊, 才吃嘛, 樹, 是一種, 啊, 小米, 那, 許子必, 嗯, 織布, 啊, 然後一乎, 曰佛, 啊, 許子一合乎, 許子冠乎, 啊, 曰冠, 曰西冠, 曰樹, 曰自自, 曰佛, 以樹易之, 曰徐子稀為不自知, 曰亥於耕, 曰徐子, 啊, 以斧正串, 以鐵耕乎, 啊, 這個, 它, 是用斧正, 啊, 來串, 它, 要用鐵來耕乎, 曰然, 自為之一, 曰否, 以樹易之, 是他自己做的嗎, 這些工具, 啊, 所以吹, 啊, 串燃火, 鐵樹, 樹樹也, 啊, 這個, 這個, 都是問, 而成相對, 以樹易, 洩氣者, 不為立陶也, 陶也, 亦以洩氣易樹者, 豈為立農夫哉, 他問完這個, 就開始反問他了, 說啊, 你也不是都是自己做的嗎, 對不對, 你是種了稻子, 然後拿稻子換了一堆東西來, 啊, 換了你的這一個, 啊, 樹, 換了你的這一個, 正竄, 啊, 換了你這個鐵, 啊, 啊, 就是, 啊, 鐵的這個, 工具, 啊, 那這裡很有趣啊, 鐵羹, 啊, 世俗就是戰國時代, 已經有鐵羹了, 這是一個證據, 或者, 我們, 之前還不到這麽樣, 就是, 跟生產力發達了許多, 啊, 那這裡面反過來講, 換言之, 嗯, 要有人能夠製鐵啊, 啊, 這個不, 也是分工的結果嘛, 啊, 嗯, 那, 你要分工才能增加生產力啊, 對不對, 戰國時代已經能夠分工到, 能夠做出鐵來了, 他不了解他背後的背景而已, 所以, 孟子說, 以樹, 亦, 歇其者不為利陶也, 陶也亦, 以其, 歇歇利樹者, 其為利能夫哉, 你拿來跟人家換, 也並不表示, 你就, 利, 就是殘害了他, 他跟你換語, 表示他殘害了你啊, 對不對, 且許子何不為陶也, 使而取諸, 為什麽不陶也, 自己來這個燒陶呢? 舍皆取諸其工中而用之, 可謂紛紛然, 亦, 百工交易。 啊, 你為什麽不用你自己, 這個, 啊, 家中的這個東西, 還要到處跟人家交換呢? 是不是? 那麼, 啊, 這個, 公中, 是指的家中, 毛毛怒怒跟人家交換呢? 何旭子不但凡, 因為百工事, 顧不可跟節外, 你能不嫌得麻煩呢? 孟子其實是, 啊, 把這一個道理啊, 嗯, 嗯, 這算不算, 我們現在說, 是套他話的, 這也不是套他話, 這個其實就是, 一層一層, 我們回到事情最根本的, 你說不可以, 啊, 什麼都要自己來, 對不對? 那我先問你, 你有沒有自己來? 對不對? 你也不都自己來嘛, 你也跟人家交換, 你跟人家交換的話, 那你這個不能叫做, 就是殘害的對方啊, 對不對? 那你幹嘛要忙跟人家交換呢? 因為他說, 擺公之事, 不可跟且為也。 好, 那有這句話, 擺公之事, 不可跟且為也。 這些事情, 嗯, 沒有辦法, 一面更, 一面重。 哦, 擺公之事, 不可跟且為也, 然則, 持天下, 不可跟且為於。 哦, 擺公都不可以, 那, 治理天下這個事情就可以了嗎? 對不對? 有大人之事, 有小人之事。 哦, 有大人先生, 有小人, 大人是要管天下大家的事情, 小人是管一己的事情。 且一人之身, 而擺公之所違背。 一人之身, 擺公之所違背。 可見到戰國時代的時候, 大家已經, 交換得很普遍了。 你一人身上, 就已經有擺公所做的事情。 如必自為而後用之, 是帥天下的路也。 如果什麼事情啊, 都是要自己來做的話, 那麼, 是帥天下的路, 天下的人都在那裡, 像在路上奔走, 是忙不完了。 故曰, 或勞心, 或勞力, 勞心者持人, 勞力者治於人。 勞心者持人, 勞力者持於人。 勞心者持人, 勞力者持於人。 勞心者持於人。 勞心者持人, 勞心者持人。 勞心者持严人。 四於人 十於人應該都可以 四於人 就是知人家給你的東西 天下之同意也 這是天下的同意 那麼 諸著 這個孟子之言 路未奔走道路 無時休息 持於人者 堅持於人也 十人者 出附罪以己公上也 此四句皆古語 而孟子引之也 君子 無小人則雞 小人無君則亂 以此相亦 正有農夫討也 素以泄氣相亦 所以相繼而非所以相病也 持天下其必 跟且為災 孟子段話說得很清楚 意思就是說 因為這個大人能夠維持天下秩序 就拿這個 跟小人交換 他的 這一個 食物 是 當然你可以說 農家的這一個 講法 是看到了天下太不平均了 於是 提唱說 什麼事情都要 輕力輕微 避免剝削 這有他動人的一面 歐洲到現在有一些 那些人 都還在喜歡講這種事情 就是他不吃 不是自己殺的這種動物 他自己殺的很辛苦 自己去獵 自己去殺 這有他動人的一面 這有他動人的一面 這個動人的一面是在於 就是 我 凡事 用我自己的 手腳來養活我自己 我不去剝削別人 這個事情 簡明直解 所以會讓很多人覺得心相亡之 尤其在天下大亂的時候 那有人說 農家是身受 前目前就農家是身受 墨家印象 他有這一種 就是照顧基層的思想 但是孟子在這邊講 就是政治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這個 交換是沒有辦法避免 交換沒有避免容易 容易理解 政治是沒有辦法避免 這個是 儒家的看法 孔孟的看法 後來歷史大概也證明這一點 當然 後來歷史也說明了 政治也常常會變成 殘害老百姓的 這個事情 那因此我們是可以佩服 農家的 墨家的 這個態度 但是啊 無往今來 政治是難以避免 這個是 你讀歷史讀多就知道 這個是沒有辦法 有太多太多的需求 一個最基本的需求 就是 人並不會那麼容易自己的構成 秩序 如果是很小規模 可以 規模一大 就是殺來打去 從來都是這樣 如果沒有比較好的政治的話 他就會分成一坨一坨的 一群一群人殺來打去 就是會大概以一個 通常會是一個 鄉鎮為單位的這樣子 殺來打去 你必須要更 更上層的政治 他才能獲得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秩序 這是不可逼 有沒問題 這段話說的是簡單 但是 可見孟子在當時還是要面對各方面的挑戰 景田之後 景田之後 還有一個實際的草 我剛剛說就是北魏的君田之 北魏的君田 這個就是 後來北方能夠統一中國的基礎 乃至於隨唐盛世的基礎 君子提供社會秩序 對 不光是社會 是政治秩序 關鍵是政治秩序 關鍵是政治秩序 滑心精彩 滑下之心 精創之彩 我們休息一下 在那裏 稍微